陳新華發球 陳新華的打法是以射球為主 間中突擊 他的身材很高大 適合打這個射球 因為他照顧範圍面積很大 能夠救對方很大角度的球 所以有機會他反攻 這個球打得很好 就取成1比1 這一局是第三局的賽事 前兩局裡面 陳新華贏21比17 輸14比21 這一局只要再贏 中國就可以奪得 男子團隊的冠軍 陳新華已經是第四次 參加這個世界賽 可以說是老將 暫時世界排名就是第19 雖然他是老將 但是瑞典隊 和歐洲的人覺得 發夢都想不到 會陳新華會打這一場決賽 因為在最近這兩年裡面 陳新華從未參加過歐洲的國際比賽 還沒露過臉 據中國隊教練說 他是秘密武器 陳新華操了很久 專門對付瑞典的打法 因為為什麼 因為顏色 那條禮改了 球拍兩面顏色 他知道陳新華就是打射球 你有兩面顏色我不用怕你 想就這樣想 但陳新華的技術很好 他的反手長膠 就打射球過去 下旋是很重的 有時重到 就連瑞典隊的選手都拉不起來 所以看他的球 有機會陳新華的反手 亦都可以攻 同時我看陳新華 他的表情就好像好笑 笑笑笑口 其實他的內裡是很緊張的 他的習慣就是這樣的 所以不知道的時候 他覺得 這麼大的比賽 爭冠軍都這麼好笑容 其實不是 他的習慣就是這樣的 我第一次見到他 我就想到那個花名叫他笑佛 他現在又是口口口 就證明他 他自己說話 可能就說 這個球應該是這麼大 有時削舞室 有時削下旋 讓他瞄準對方 很厲害 這個球很低 這個球很重 很重下旋 Wokner 都不敢拉起那個球 就猜回去 雖然他們的力量是這麼大 就因為怕那個球 是拉不起下旋 那麼重 現在是5比5 打成平手 那麼華勒 就看那個球 看是不是有沒有爛 因為他打那個球 可能聽到聲 就有點差 但是他用快 用快球板 令那個球又沒有事 所以就繼續比賽 因為呢 在比賽裡面 那個碰陰球 如果不是爛了 就不能夠換球 那麼現在見到5比5平手 其實這局球裡面 五分球都是平手 換球是1比1 2比2 3比3 4比4 5比5 那麼現在 中國隊的教練 許紹法呢 就在想辦法 即是怎樣 贏完這一場球呢 大家都很緊張 板球長膠 穿過去下旋很重 拉起先 好定 拉起那個球先 再拉一板 第四板 第五板 第六板之後呢 就落網了 所以我說陳世華 你拉他的球 他越削就越轉 下旋是很重的 那同時有時呢 就削過沒有西過波過去呢 你很容易出界 那華特勒呢 打幾球球 見攻不到呢 就轉一下 就先拆幾球球 但是呢 陳世華一見你對方 一不攻的時候呢 他就可以用正手 攻擊過去呢 就來得分的 8比5就領先3分 那陳世華呢 反手能夠削之下呢 就亦都能夠 能夠放高球的 那我們替他打呢 經常放高球 十幾板都打他不死的 那暫時呢 他就以9比5就領先了 那男子團體賽裡面呢 中國隊就跟這個瑞典爭冠軍 那至於香港隊方面呢 就有男子呢 是排名第十一的 那另外一隊呢 中國台北呢 就有男子的團體賽 粵組賽裡面呢 就是排第二位置 下一屆呢 就會升上甲組的了 那由於現在滿了十分球呢 就大家又要是換位置了 現在華特勒發球 他見前面呢 就猜球贏不到 就繼續搶攻了 因為如果你不搶攻就會輸了 那最後呢 他再拉板斜線呢 又得到一分 那現在瑞典隊呢 看過教練都沒有什麼表情 因為呢 都要對付陳新華 其實沒有辦法了 打你就打你不死 防守了 又被你攻 所以打到他自己都 那個戰術都亂了 一亂的時候呢 就很容易的 就會輸下去了 6比11 那陳新華的球球呢 就有點鬆一點 就不應該這樣攻 隨便攻過去呢 他應該就削回去 有機會那個球高一點才扣過去 那可能呢 他見領先就6分那麼多 所以呢 就是希望呢 就搏殺呢 就贏多幾分的 快點呢 就打長這場比賽了 快點了 繼續拉 拉得很辛苦 看他 整隻手拉快 扯上天花板那麼高 再放短球 這球球很漂亮啊 雖然呢 就這樣戒那個球 一閘的球很短 但是呢 陳新華的長膠呢 打這個下船打得很好 看一下 再看慢鏡頭呢 再拉板 一閘的球很轉的 但陳新華的長膠呢 就是破了他這個閘球的 陳新華呢 就很緊張 看他拉一再繼續拉 十二比七 看他的步法競爭好啊 他削完之後呢 能夠走回到中間 還完判兩個位置呢 就來判斷對方 再打下一板的 那看中間呢 他第一二局球呢 就陳新華呢 就專門撲這個華納 華特納的中路的 而到第三局球的時候呢 我們發覺呢 他就撲回他兩邊 就打不同的戰術了 那球轉得很厲害 那球呢 就拉了幾乎落了網 再閘一板 再拉一板 那陳新華呢 那陳新華呢 就先穩住了 和你摸 就是大家鬥摸了 看誰失了 那最後呢 陳新華呢 就撕球呢 緊緊的就不過網 如果過到網呢 那個球就肯定 就是 是好球來的 那球球 那陳新華呢 那輸了分 就定一定先 那通常呢 這種呢 就是合法的 合法的 就是所謂 偷雞了 就是 定一定先 那冰箱球呢 下一屆奧運會呢 就會成為正式的比賽項目了 那唯一沒有呢 就是沒有這個團體的比賽 那單項的比賽呢 就會有的 那現在呢 中國呢 就是培訓這一方面的選手了 就是希望在下一屆奧運會裡面呢 是奪得幾面 金牌呢 就成為呢 就是一個強國的 那陳新華呢 然後呢 表情呢 亦都是一樣 小小口感 但是在內邊呢 都很緊張的 因為呢 唯有幾分呢 他就埋到尾了 再衝個板 很漂亮啊這個球 那他用長膠法的無寸之下呢 阿滑娜呢 就不敢攻 就差那個球過去呢 就稍微高一些 那陳新華見到這個時候 有機可乘 就一個側身呢 就扣殺又得到分 那他的快球 陳新華發得很好 能夠發有轉無轉 令到對方是 經常吃西的 那陳新華的好處呢 就是呢 他每一扮波都很流心 他旋轉的變法很強 能夠有轉和無轉 讓對方呢 一有一點點不流心 就會吃西的 阿布堅在這裡呢 就是跳跳一下 就希望華特勒 就贏了這一分球呢 因為他就打第六場了 所以呢 他要做這個熱身運動 通常呢 在第六場裡面呢 球員呢 亦都在準備中 雖然呢 陳新華現在贏中 15比10 但是中國隊的陳龍燦 現在在場邊外面呢 亦都在熱身中 準備打第六場了 因為呢 如果你不準備的時候呢 因為陳新華應該贏的時候 變成輸了 就變成這個信心 就會失了的 然後呢呢 繼續發球 11比15 落後 那陳新華呢 見到呢 有機可乘了 而且呢 有大把半船 有六分那麼多呢 就繼續搶攻了 上搶攻這個球實在太短了 搶攻不到 所以上一把 這個球呢 他沒有用力了 就削了下 削了出界的 十二比十六 陳新華不方不亡 我先頂一頂 用手指一指慢慢來 不要急著啊 因為我還沒站著 你開球 就不合法的 再拉板 很重勢啊 很漂亮 這個球很短 這個球呢 用長角的球 一階的球 有些側旋的 然後江家良呢 就是打氣 希望陳新華 這場球 他又不用打第七盤 又這麼辛苦了 因為呢 你未贏到第五 5比0 或者5比1 你都未敢贏的 因為通常世界賽呢 很多時候都是 4比0 4比1 在贏的時候 就以為贏 其實呢 就分分鐘輸回5比4的 所以呢 大家都很緊張 尤其是中國隊 因為呢 因為在兩年內 被瑞典隊呢 就是 經常都說贏中國隊 變成中國隊的 那條氣呢 就被他疾住了 就說因為他在主場 天時地利人 同時呢 他瑞典那三個選手 也都是狀態很好 也都在外面的 圈灣球界 也都認為瑞典這次 有機會 就得到這個世界冠軍 但現在呢 世界的冰箱球的觀察家 就跌了一半眼鏡了 現在暫時呢 中國就要4比0領先了 這樣 盤數方面呢 雖然說打成1比1 但現在呢 分數是領先幾分的了 那麼陳新華 贏了這幾分呢 就可以得到這個 男子團體的世界冠軍的了 那雖然呢 就中國隊贏了4比0 那我們看前面的分數呢 就很接近的 就2比1啦 或者2119啊 22比20啊 凋詐這樣贏了 所以呢 不能夠說看 4比0贏了那麼多 沒得打 其實這場球是有得打的 但是瑞典隊實在太緊張了 就發揮不到它的原來的水準 變相反 中國隊呢 就勝於那個 徐仁生田昌說 就從零開始 就是那六項錦標呢 就是上一屆的次 那今屆就一項都沒有 所以呢 今次呢 我們就是 拿得一項就一項 那所以呢 就是中國隊就來搏的 來搏這次的世界賽 再拿一份呢 就可以拿這個 男子團體的冠軍了 結果21比14 盤數方面 是2比1 是贏了的 那麼總場數方面呢 就5比0 就拿到這個 冠軍的補助